呃 上一次的影片我刚才注意到说就是 在剪辑的时候才发现说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个背景音乐 我还玩得很开心可恶 对好 呃 后来我发现了 是因为我设定上有一些问题 不过我弄好了 你们现在应该听得到 那个BGM了吧 嗯 好 赞 好 那么 呃 我们就要继续玩这个Light 对 那我们上一集是玩到说 我后来出来第三个 对 不知道在说 总之 嘿 分开扯好了 呃 就是 对不起 呃 上一集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集 上一集呢就是有 不一样的对话 跟妹妹有不一样的对话 不再只是打哈欠 然后 呃 跟刑警先生也 齐警先生 红色头发的也有 跟Brett 也猜对了他的 谜题 他的英文题 然后获得了很多糖果 也就是我们的补品 那我们现在是要找 骗子哥哥 我们的村长 村长哥哥 讲话 欸 这边还有 这边有个洞欸 诶 这边应该是栅栏 然后 他那个说红色是那个艾美的果吧 所以是酸性的 把那个 栅栏溶解掉了是不是 像这话好像还蛮强的欸 好恐怖喔 这种东西可以私下肚吗 咋 哈欠 哎呀 失礼了 天色已晚了 睡意 我有些事想要请教 现在方便吗 啊 好的 虽然脑袋可能转不太过来 不过因为是 侦探先生的请求 侦探 李友你炸 太好了 那么我想要再次确认 你早上说过的话 此外 如果可以的话 也请告诉我 听到惨叫声之后 你做了什么事 好的我想想 所以他现在 叫Ephina过来一起听 如果是谎言的话 就会冒出来 就可以知道哪些是谎言 昨晚我在读书 然后不知不觉睡着了 听到惨叫声之后 然后 听到惨叫声之后 清醒了 接着我把家里的门 锁起来了 再也没有出过门 要是让大野狼 进到家里来的话 很危险 哇哦啊 你说谎了 等我们处理完这些 请好好解释一下 嗯 闻起来好像有谎言的味道 但我分不出来 不确定的话 去查笔记 想想自己听到了什么 你又明明知道答案 为什么总是不告诉我 不这么做的话 无论经过了多久 你都是笨蛋一个 知道了 我会加油的 好 你现在这边有四个 嗯 有什么 大野狼很危险 大野狼是很危险没错 我锁了家里的门 他也锁了家里的门 因为我后来进不去 我再也没有出门过 这个应该是假的 因为妹妹有说 哥哥出门了 对 我200DC好高喔 我们可以用一下 喔 嚎叫 这是那个吗 神奇宝贝面都会 一开始的那个低阶的 都会 都会有那个 打叫 然后 让那个攻击力提升 我们用火焰 喔 你 哎呀 小小的谎言 说谎是SP恢复 电极枪跟 废刀 我们用 SP有点低耶 不然 不然用废刀好了 喔 好强喔 废刀 喔 喔 好多 三重飞刀 喔 这应该还有一个吧 不知不觉睡着了 应该是没有睡着吧 小谎言 欸 刚刚是大谎言吗 我没有注意看欸 喔 好难吃 这是真话 所以 我锁了家里的门 他有锁不是吗 大野狼很危险 有没有大野狼吧 欸 喔 喔 所以 所以在这里面 是谎言的话 血比较高 是不是 应该是喔 怎么 竟然有防御姿态 可恶 好 我先看看三重飞刀好了 你 没关系 普攻 喔 好强 好强喔 三重火焰 有 所以大野狼不危險 因為根本沒有大野狼 然後大野狼是危險 可是沒有大野狼 他就是 披著狼皮的細血鬼 然後 他再也沒有出門是謊言 他出門了根據妹妹的情報說 他出門了 昨天晚上利妹看見你外出了 KEEF 雖然你說過利妹個性文靜 不怎麼說話 但是他和這孩子說了 原來如此 而且對利妹說別說話 別出去外面的好像就是 KEEF先生 再加上外面鎮上 周邊完全沒有動物的身影 你說大野狼 也是不存在的吧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外面很危險 尤其是有外地人來的時候 你也看到了 人被攻擊的樣子對吧 那幅景象 我不想讓他看見 也不想告訴他 那麼關於細血鬼傳說 你說你什麼都不知道 圖書館裡有一本 記載細血鬼故事的書 那是日記吧 書上寫的名字是 Jill Jill Riff Rigfaya 也就是說 你是他的親屬吧 還有這張照片裡面 除了那個 Jill先生以外 KEEF先生和 令妹的名字 都寫在照片背面 關於這張照片 你好像也告訴令妹 沒有留下以前的紀錄呢 是的 那的確是我父親的名字 那麼細血鬼的傳說 是真的唷 我們真的是 細血鬼一族的後印 所以 比起呢 比起那個 你們兩位還是趕緊離開小鎮 比較好喔 蛤 那是什麼意 因為今晚 夜已生了 Effy Leo受傷了是不是 喔這邊你看 這邊殘血了 這是和那帽子屋同樣的 他呢 我看他跑去外面了 速度非常快 我沒能抓住他 不無所謂 要趕緊追上他 騎警那邊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羽毛情報屋那邊 可能比較危險 小毛去找羽毛情報屋 蛤 門鎖被破壞了 啊 相當堅固呢 什麼嘛 總覺得他好像很熟練 借一下 可是那是我衣服的領子 看不見 前面看不清楚啊 啊 衣服黏答答的 討厭 到下一個城鎮 我再買新的給你喔 好啊 要是請警 他們 騎警隊長他們 能和羽毛情報屋會合的話 是最讓我放心的 但 有其他出口嗎 後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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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們去他房間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後面有藏嗎 沒有 所以看來就是廚房那個後門了 那妹妹的門鎖 不知道是不是 好吧 這鑰匙可以拿嗎 為什麼這鑰匙不能拿啊 是裝飾喔 明明就只有這一個了 呃 蛤 蛤 所以不行喔 他一直在看什麼書 耶我終於可以知道他在看什麼書了 殺死吸血鬼的方法 把木樁打進心臟砍掉他的頭嗎 我記得這個是Kiff先生在讀的書 這是怎麼回事 他房間裡也有什麼東西吧 好吧 看來是人進來了 書籤裡夾這一張書籤 書裡夾這一張書籤 這本也是有關吸血鬼的書啊 吸血鬼害怕陽光 這是真的嗎 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傷害 但是跟那傢伙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看來是個不得了的騙子呢 如果我推測沒錯的話 嗯 那傢伙的妹妹Rachel沒問題吧 嗯他哥哥有教他有陌生人在的時候別離開房間 所以他一直都沒出過房門 我去和她說說看好了 好 找妹妹妹妹 阿阿 不行啦你這樣會嚇到Rachel的 Rachel我有問題想要問你 沒辦法她睡了嗎 說不定沒多少時間了 欸 大量的謊言泛濫變成無法控制的狀況了 謊言泛濫 要是被謊言所支配會變成麻煩的事喔 泛濫的話那就減少它們吧 我必須要吃掉它們 我必須要吃掉它們 Rail Jail 波 瑞傑波到底是什麼 60而已 這迴避有點高啊 這迴避有點高啊 欸這200好高喔 大蛋的謊言 收拾好了嗎 嗯 這是 喔這是 好像是 咳咳咳 對不起 在英國就是要喝一杯熱熱的茶 呵呵 呃 好像是某個地方的鑰匙的樣子 房間還鎖著的有 那 Leo不會死掉吧 突然說什麼 Leo也 死掉的話 我就 挺好 你給我在 你給我安靜的跟在我後面 接下來 讓我來保護你喔 哇嗚喔 剛才的聲音 喔 唉唷 真是一團糟 你們有看到嗎 畫面中間那個 那個很棘手啊 要劈開它前進喔 靠 唉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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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來了 剛剛那鑰匙就是這裡的喔 這什麼 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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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 是那本書私下的頁面嗎 我該依族 我後面不會念 哈哈 我等一族 因世世代代與人 繁衍 其血脈已經逐漸薄弱 但 但仍有極小的幾率 能誕生出純血統的吸血鬼後代 因非純血統 永固控制力量不穩定 有可能會攻擊不認識的人 與人類共存相當困難 因此 從遷移到這小鎮開始 若誕生了 繼承吸血鬼 純正的血統的後代 必須盡早處置 我們誕下了兩個孩子 而且其中一人繼承了純正血脈 所以是妹妹嗎 妹妹嗎 妹妹嗎 他們的力量尚未覺醒 但那一日也不遠了吧 但我無法對那孩子下手 妻子在生第二個孩子時也上命了 我已經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 明天我想去和人類居民商量 今日夜已生 一位完全覺醒成吸血鬼 但另外一位沒有異常 啊 這樣到底是哥哥還是妹妹啊 如果是哥哥的話 叫他不要出訪 我們還情有可言 因為不想要傷害到妹妹嘛 但如果是妹妹的話 關起來好像也是 好像也是正常的方法 也就是說兄妹其中之一是吸血鬼 其中一個不會吸血 相反的另外一位必須靠吸血為生 或許這個城鎮的居民和動物全都被襲擊了 這是隊長的命令 我來救你們了 大哥哥你從哪裡進來的 我是尹之龍 基本上可以無視障礙物進行移動 喂 副隊長 這台機裡面應該還有一個女孩子 你拿她怎麼辦 女孩子 這房間是我們最後確認的地方 只有你們在喔 Rachel不在嗎 隊長呢 讓情報屋的兩個人進行避難了 然後在外面巡邏 真危險啊 喂 從剛剛開始就在自言至於什麼啊 讓我們趕快離開這裡 然後我要你們到情報屋隨時戒備 你在命令我嗎 Brett先生這次就拜託你了 要緊緊抓勞啊 完了我沒有探索其他地方欸 說不定也有成就之類的 出來外面了 挺好 我絕對不是要幫你們一把 我會去情報屋確認隊長是否回來了 謝啦 幫大媽媽 真話和謊言已經泛濫成災了 好煩躁 好討厭的感覺 快點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呃 靠靠 呃 我要做點什麼 大隻的不要碰小隻的可以碰對不對 吃不下去了 蛤所以不要吃嗎 這是不要吃的意思嗎 這是 欸我其實還蠻想要試試看如果碰到 碰到 碰到 欸後面還有 好多 欸可惡 好我們試看看 如果碰到大隻的會怎樣 vow who 啊 太多了吧 呃 哇這個要回血 用血喔 全體 我才回一點點而已 好 我們現在剩削掉一些了 那 我們這邊要 道具嗎 回血跟血 兩個都是回血的 我們先先先先回一下 這個 然後我們再用 這樣子 發嗎 阿 按錯了 好多喔 370點擊今天歌 266塊 升兩級 喔 肌肉發達的龍 成就 好 我們去找帽子屋 不是帽子屋 羽毛 羽毛不是住這裡嗎 進不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不太到畫面阿 救命阿 我想他說可以看筆跡是甚麼意思阿 筆跡 1 2 3 4耶好 1 幾乎沒有血牆壁上的血是果汁 街道周邊大致上沒有動物的氣息 對 昨晚外面發出很大的聲響後 Kiff外出了 Rachel不說話也好 不出房間也好 都是因為被哥哥那樣說 Rachel從哥哥那裡得知以前的紀錄什麼都沒留下 好不 欸我可以剩下吃 欸可以耶 30 好剛好 滿了 20 23 省著點吃 好 那我看一下 裝備 我們裝備有在 可以再換的嗎 騙子喔 嗯 可是這樣會 攻擊扣很多欸 欸等一下 按錯了 按按錯按錯按錯 所以看來應該是沒有 沒有其他可以 好我們先要去 喔 不是這裡 這什麼 這是 煤油快用完了 不過還能撐一會兒吧 有燈嗎 喔 隊長 娜娜他死了嗎 又有人死掉了嗎 喂這傢伙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隊長 我 這種感覺好像我已經死掉一遍了 早安隊長你沒被吸血嗎 蛤嗎 龍血不怎麼美味 這件事看來我學到新知識了呢 那個隊長你是幽靈 怪物 殭屍 我是不死之龍 是不會死的 不死 這將會不會死的啦 不管是捅他 烤他煮他 都不會死 但是他才剛剛復活 還不太能行動對吧 啊 沒錯 攻擊我的 是那名少女 我完全疏忽大意了 注意到的時候 就如你現在所看到的那樣 攻擊我之後 她走到裡面 突然倒下來了 之後有另外一個人來了 之後交給我吧 可是 因為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專業了 稍微讓我這樣休息一下 要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會趕過去的 他就這樣睡著了嗎 刀子還插在他身上耶 走囉 我以為是蝸牛耶 看那個縮圖 再見到你真好 結果你們沒離開這裡嗎 我已經給你忠告了 忠故 忠故了吧 不管是被我殺還是被我吸血 一句抱怨都不 都不要有啊 我先問你 你是吸血鬼嗎 沒錯 我是吸血鬼 昨晚攻擊的一名女性的是 是我唷 你再說謊 你再說謊也僅止於此了 第一次遇見你的時候是早上 已經是太陽升起的時間了 而且我讀了隱藏在廚房裡面房間 日記的後續 根據那些完全繼承吸血鬼之血的只有一位 說謊才不會說謊喔 昨晚攻擊他吸他血的是我 你要被吞噬了 攻擊鎮上居民以及父親的都是我 鋼射手已經跳過是不是 全部都是我做的 Rachel什麼也都沒做 啊 變黑色的了 我還沒問到那裡 不要擅自回答啊 還不習慣說謊的話 就別說那麼多謊啦 Effyn 不要這個太大太悲傷了 我不要 那麼你要繼續看他就這樣被謊言吞沒嗎 那樣我也不要 那是你只要 那是你要做的 而且只有你能做 因為我也是個騙子 把一切吞食殆盡別讓他再說謊了 我做 呃 嗯 三千滴血是怎樣啊 我看一下其他都是兩百是不是 呃 嗯 我們先用普通攻擊好了 然後你就用三重火焰 喔好痛!好痛! 哇! 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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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喔所以他如果攻擊兩次他會 第一次死掉的話就會弄到下一隻去是不是 好吧我們來試試看用電擊槍把他沒有用過 這邊 這邊 旋擊嗎 這樣快可以用三次 火焰好了 喔! 然後 看一下 三重飛刀跟 再噴一次火吧 是啊 如果想像是火焰不然的 一隻火焰不然的 不會是火焰不然的 如果想像是火焰不然的 大家可以用到火焰不然的 才會被火焰不然的 火焰不然的 真的嗎? 欸 它那個其實可以回很多欸 我看還剩多少 700多 啊 應該提高力量齁 啊 早就該叫了 拖到後面才叫 啊 讓我 讓我全部吃掉吧 它的腳跟翅膀出來了 Rachel 原來是這樣 爸爸一直隱瞞這個秘密 哈哈 哇 吸血鬼喝一點動物的血也不要緊嗎 啊 哈哈 畢竟我也流著人類的血呢 Rachel 昨晚你攻擊人類了嗎 昨晚我在睡覺 奇怪 我睡了對吧 是嗎 不 什麼都沒有 肯定是大野狼跑到我們鎮上了 你要小心啊 Rachel 哥哥 突然 掐住人的脖子 對不起 因為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 嗯 居民在那件事之後 都逃出城鎮了 周圍的 鎮上周圍的動物也被狩獵殆盡了 只剩我的血 已經不夠了 剩下來的也很少 怎麼辦 人 旅人 我昨晚不知不覺打瞌睡了 Rachel跑到外面了 我在外面發現了睡覺的人 以及人的 你是從何時知道我在說謊的 媽 就在我騙你說我是偵探的時候 而且你有個說謊時會微笑的習慣 你該留意自己那個習慣不就好 呵呵 你也是 現在的自然表現 相當高招呢 媽 那樣很累啊 不過把資料都放在一眼就能馬上看見的地方 你 是啊 說不定那是希望有人可以阻止我 明明那很清楚那只是我的韌性 父親和我都違反了那個規定 我們對Rachel下不了手 但是 看看這個結果 那個規則是正確的吧 必須好好地補償呢 那個小鎮也真的變成空城了 話說回來 你身上又沾滿血了 要借你我的衣服嗎 不用了 我們會在他們醒來之前離開鎮上的 我本來想去救他們 但突然被打暈了 隊長也倒下了 唉唷 還吃上很多血欸 搞什麼 不要再嚇我了啦 再說Lavin告訴我那個餅乾的事情 全都是胡說八道 他這樣跟我說 那是什麼意思 呃 天曉得 我們差不多要走了 哇 好困 還要走那條路嗎 討厭的話 你就留在這裡吧 我不討厭 嗯哼 路上小心 再會了 呃 背貌啦 嘻嘻 對不起 猜拳吧 猜拳贏了就行 知道了 來吧 剪刀 石頭 喔 結束了 這一集就這樣結束了 沒了 好可愛喔 這在看地圖嗎 在森林裡迷路了 在森林裡迷路了 這是Brett跟Nail Nail是讓你插太多刀了吧 然後Carl、Lavin跟Rosaline Rosaline氣噗噗的 Rachel跟Kid Yah M$2 Rachel的 Rachel Rachel 謝謝你玩 謝謝喔 對 等一下去哪裡 我在想教沒有走太久就能到的地方 我要可以玩很多游戏的地方 就是有趣的地方 Leo如果我变聪明的话 就能为Leo吃掉谎言了呢 先等你会认知再说吧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开心 哦 哦 好啦 那么 等一下哦 诶 后面还有吗 没了 成就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to be continue 诶他那个服装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也没了耶 这是成就房是不是 哦 诶有设定诶 这什么啊 哦 哦 我们有一些介绍 好 Leo年龄23岁 身高170公分 特技是说谎 喜欢酒前女人 讨厌的事是麻烦的事 男性的榨气师 能像呼吸一样自然的说谎 每前往不同小镇 就会改变外貌和姓名 Ephina年龄两个月 外表四岁 等一下四岁也很小吧 身高96公分 能力吃谎言 最喜欢的是爸爸还有甜食 讨厌认读文字 以谎言为实的龙少女 好奇心旺盛 也很有精神 脑筋不太好 Keith Keith Reigufeia 年龄18岁 身高167公分 特技是料理和扫除 喜欢家人 讨厌恐怖电影 我也讨厌恐怖电影 住在红色小镇的青年 和妹妹Rachel低调的生活着 对着外面的世界 爆满着憧憬 Reigufeia Reigufeia 年龄9岁 身高134公分 特技是跑步 哇 喜欢跑步 结果 结果只能被困在家里 好难过 最喜欢的是家人玩偶和聊天 讨厌雷还有恐怖的人 住在红色小镇的少女 吸血鬼一族的墨 的凡族遗传 最喜欢聊天 卡罗 Koro Koro Delida 年龄26岁 身高161公分 跟我一样的 特技是格斗 喜欢可爱的东西 和爱美的果实 讨厌 恶心的虫 情报屋 戴着帽子的女性 喜欢可爱的孩子 和爱美的果实 只要一发现 讨厌的家伙或是虫 总之先砸一颗果实再说 Rosaline Rosaline Rosemary Rosemary 年龄19岁 身高158公分 特技是钢琴 喜欢有趣的事 讨厌读书 情报屋 虽然是长着羽翼的女性 长着羽翼的女性 虽然是知名财阀的女儿 但是因为不想继承 带着Levin 离家出走钟 Levin Bloom 年龄28岁 172公分 喜欢特技是唱歌 喜欢工作和钱 讨厌不守时的人 难怪手上一直拿着怀表 与Rosaline 一起行动的男性直视 私底下会定期的 把Rosaline的状况 回报给她的双亲 总是被耍得团团转 Neal Misfield 年龄约100岁 外表30岁左右 身高198公分 能力是Buss 喜欢世界 人 龙 讨厌邪恶 Buss的龙男 担任锦旗队的队长 平常很悠哉悠哉 Brett Griff 年龄17岁 外表同样 身高166公分 能力是穿透东西 喜欢龙还有读书 讨厌龙 讨厌人 对不起 影之龙青年 担任锦旗队的副队长 对龙温柔以淡 但讨厌人类 工作时会可靠的应对 好 这是动画 好可爱哦 好厉害哦 这边是个大回顾的感觉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成就 哦 哦不是的 这是图 哦 哦 哦 嘿嘿嘿 哎好帅哦 哎 我现在发现这边有文字写着Dead 这边有文字写着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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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不起 哎 有Bad End 所以我玩到是Good End 是不是 啊 Bad End 会不会就是 我没有补血 然后死掉 可能哦 哎 另外一个Bad End 诶 等一下我过不去 好吧 总之第一次玩就玩到Good End 是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先存个档吧 我这样之后还可以回来看这些图 要回到主画面吗 好 好啦 那么那么我们的Chapter 1就在这里结束了 之后应该会继续玩Chapter 2跟3 对 好那么我是甜食幽灵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